正定保卫战廖印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,日军攻陷了保定,直逼正定,石家庄,同年10月,为了保卫石家庄这个战略要点,阻地南下,我军组织了正定保卫战,我所在的独立第46旅参加了这次战役,这个旅的全身是西北军的第二师,参加抗日同盟军对日作战失败后,缩编位独立第46旅,曾隶属于徐廷遥的第17军,1936年驻河南,归流市直接指挥, 该旅旅长鲍刚,副旅长乔宁里,后卫新少庭间,参谋长吴实名,郑讯处主任陈瑶,该旅下两个团一个独立营,第736团团长新少庭,第738团团长廖印周,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,我旅正在平汉县信阳武圣关地区各驻国防攻势,8月下旬,国民党国防部电令我们,开赴北平南口归汤恩博指挥,增援第13军作战,当我们到达河南张德,安阳车战时, 汤恩博派员通知曝刚,本军已由南口撤制张德补充修整,到旅即在张德下车待命,汤看到这个旅阵容整齐,士气旺盛,只是装备太差,每连只有三瓶新机枪,步枪也都陈就不堪,建议把这个旅与第13军混合整编, 道刚表面不敢拒绝,心里却很不情愿,消息传到下面,法响十分强烈,一致反对分散补充,要求开到最前线打敌人,在此情况下,道刚迭电请示南京,同时派代表道开封向刘氏呼吁, 就在这时,我军部队在保定抗战势力,日军严平汉线南范,无部队抵抗,我方从保定撤退的部队这续混乱,面对这种情况,刘氏命令曝刚率部,迄速开往正定及其以北地区,占领要点,置敌前进,掩护我撤退的部队,并配合第83师固守正定城,确保石家庄的安全,汤恩博不得已把收缴我们的陈旧枪支退还给了我们, 全旅官兵摆脱了被分散补充的恶运,实现了到全线抗敌的愿望,无部欢呼雀跃,9月25日,我们到达正定,驻扎在正定城东关及正定城北,新乐县的东长寿车站,道刚旅长带领我们有远而近地视察地形,正定是石家庄的北大门,是座古城堡,城墙坚固完整,构筑有伴永久的国防攻势,城外均是平坦的开阔地,城北有大沙河,此河两条东西走向的河流, 正定与石家庄之间又有护陀和天险,河南面著有我军炮兵可以补充支援我正定守军作战,因此,守正定城,是保卫石家庄的关键,刘氏和林卫决定固守该城,决策是正确的,对我旅来说,地形已决定这事被水一战,加之官兵同仇敌凯,所以士气十分旺盛,视察完了地形,道刚派出掩护小分队和收容小组,在东长寿车站和各度和点, 掩护并收容从保定退下来的官兵,这些部队有了无人指挥,散兵游泳,三五成群,潮水般向石家庄涌来,秩序十分混乱,流逝,林卫亲自到石家庄视察,颇为不满,命令报告部在东长寿沿河设战收容, 我们扎上了黄底红子的纠茶对比章,头两天就收容了一千多人,他们当中各兵种的都有,有带炮兵观测器材的,有带新式武器的,花样繁多,我们非常急需这些武器,器材,只好就便借用了,真是受益不小, 9月29日,刘士向我们传达了命令,据报,敌人河边旅团配属也炮20余门,坦克20余辆,严平汉县节节向我进贩,有攻取正定,威胁石家庄之企图,其先头部队已越过定线,在大沙河支县活动,这刘堪第83师,配属两个炮兵营,占领正定车站,固守正定城,折报刚独立第46旅,已一步在正定以北地区东长寿附近严祠河支县,占领前进阵地, 组织日军南下,其主力控制于正定东关附近为机动部队,该屡归流式直接指挥,9月30日,道刚给我们下达了命令,要运都的第738团,在东长寿严慈河支县,占领第一线前进阵地,新少庭的第736团及旅部,驻守成东关附近,我团官兵立即进入指定位置,挖掘前进阵地掩体和散兵毫,慈河南岸市到沙岭,刚挖出个坑就被他吓得沙子填平了,当地老百姓真好, 没有我们动员,就连夜赶编炒帘子,拆门板,甚至把桌面拆下来给我们送来做挡流沙之用,军民的确打成了一片,中休节那天,老百姓还特地跑到石家庄买了月饼,柿子,葡萄,送给我们过节,官兵们非常感动,10月1日,敌人一个大队百姨人向我们发起进攻,被我击退, 10月2日,第83师要往娘子关,固守镇定的任务由第32军向肯唐的第一次医师和我律接替,我吕归送肯唐指挥,下午,敌人一个小分队向我前沿阵地鼓励侦查,我们置之不理, 10月3日,敌人在我东长寿阵地前延伸起了一个大气球侦查我方情况,我们用心机枪射击没有打掉,要求城里套兵发炮,又没请动,上午10时,敌人向我们打来了猛烈的炮火,我们的攻势被炸塌了,就利用从柳,如瓶做掩体,继续牵手,敌炮火刚刚停止,四五百名敌兵越过大沙河,此河,向我们发起了进攻,我们立即登上山头占领有力阵地,给敌以很大杀伤, 我们的阵地硬稳固了,10月4日,敌人先打来了一阵炮火,接着几辆坦克向我们发起进攻,我们请求城里的第一次医师和炮兵部队向敌拦截射击,他们却以缺少炮弹为借口,支援很不及时,眼看着让敌坦克越过了我团前进阵地,敌步兵也随着冲了上来,我立即命爆乳风的第二营向我乘北关第二线转移,李嘉欣的第三营向我乘东北角柱阵地转移,这时,一部分敌人向我们乘东北角柱阵地转移,这时,一部分敌 车站迂回,被我团第二营击退,当天晚上,一股敌人偷偷窜到正进车站,西北面一个小村子里,拔住在那里等候转移的,我旅也站医院的一百多名伤病员和医务人员,用刺刀活活给吐死了,我们得到这个消息时,敌人早起逃之夭夭,全旅关兵被都戏炸了,憋足了劲儿,是与敌人决于死战,替死难的兄弟报仇,10月5日上午,敌人又升起气球对我侦查,随即派一股步兵向城东北高地,我团队转移回, 我团第三营阵地和城北,关我团第二营阵地进攻,军被击退,武后,大批敌人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,再次向城东北高地我阵地发起猛攻,我团第三营被迫转入城东门附近的运备阵地,下午的战斗更为激烈,敌人用密集的炮火向我城内轰击,在城东北角轰开了一个三丈多宽的大口子,三百多名敌步兵从缺口进入城内,新少庭团与我团第二营配合第一次医师把敌击退, 10月6日上午,敌人继续集中火力,向这个缺口轰击,好几辆坦克冲进了城内,与我城内守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,又一次被我击退,战局处于拉锯状态,战事日益激烈,我们的部队都中途撤退,6日夜间,第一次医师师长宋肯唐向我们传达了商阵的命令,这独立第46旅,接替第一次医师手证定程的防务,机灵如山,必须执行,事业子时前,新少庭的第736团, 已接替完毕,后半夜,第一次医师棘手证的炮兵,全部过了乎陀河向南撤去,我们曾电报寝室流逝,流让我们再坚守三四日,我们孤军奋战,又灵强敌,但官兵们毫无畏惧, 到刚向前旅官兵做了慷慨激昂的讲话,人生自古谁无死,有其担心赵汉兴,我们要与郑定城同存亡,为国捐躯,死也光荣, 全旅官兵士气大战,7日上午,敌炮火继续轰击郑定城的缺口,下午,又以弓兵开道,坦克紧随,再次攻进了城内, 新少庭率第736团官兵跟上平房顶与敌向战,把一束束手榴弹向敌坦克投去,把敌人打得猛头转向,把百姓主动给我们送水,送饭,送弹药,还摆驾运伤员, 新团第一营和吕布特勿连固守南门及城南关,敌吕攻不下,又向我城东南方向迂回,企图包抄正进城, 道刚命令我在第738团第二,三营,迅速转移到城东南武华里处的大林级,小林级迎接敌人,7日下午,我团一部分兵力到达那里,其他兵力于8日到达,我们刚到达,小林级,局长报刚,参谋长吴时明, 郑讯处主任陈瑶和第736团团长新少庭也赶到了,敌人炮火密集的向我阵地轰击,吴时明和陈瑶下的魂不附体, 爬在砍倒楼的玉米科捆上不敢动弹,道刚走上前去,嘲弄的说,哎,起来呀,你们整天说要为校长只讲见时效忠,怎么忘了,吴,成二人很尴尬的站了起来, 道刚又转身对官兵们说,赶量是练出来的,不是天生的,对炮弹,躲是躲不开的,炮弹不长眼, 却专找胆小鬼诈,说着,他向大家一招手,跟我来,扔着炮火走,胆子就练出来了,说完腰板鼻挺的向前走着, 新少庭和我紧随在他身边,许多官兵也都跟着走了起来,被我们收容的从保定下来的那些被日军吓破了胆子的官兵们, 也都振兴下来,不一会儿,敌人坦克在前,步兵在后,向大,小林纪发起了进攻,我团官兵登上老百姓的平房顶, 与之展开了激烈的战斗,老百姓主动加入了我们的战斗行列,把从家里拿来的免费交上去有点燃, 与我们一起向敌坦克上抛去,我们把能用上的火力都向敌人发射过去,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, 9日,我们又坚守了一天,由于兵力消耗太多,旋旅4000多人损失了一半,其中校官司伤10多人,未官司伤30多人, 加之武器装备又差,郑定城终于被敌人攻破,于是刘氏给我们下达了撤退的命令, 听说我们要撤退了,郑定的老百姓十分悲伤,老老少少围了上来,一位老百姓含着眼泪说, 长官们,兄弟们,你们终修即来,双十节走,为郑定流了血,乡亲们感激你们,我们备下了一点酒,菜,喝点,吃点吧。 说到这儿,他已气燃泪下,官兵们也大都留下了热泪,队伍正准备向南开拔,一大群老头,老太太拉着一些青年男女赶了上来, 有的还亲来了罗马,他们跪在我们面前,抱着官兵们的腿,边哭边说,老总,把我们的儿子带走吧, 不能叫他们留在这里让日本鬼子杀害,把我们的女儿带走吧,不能眼看着他们留在这里让日本鬼子糟蹋,把我们的罗马带走吧, 不能留在这儿,白白让日本鬼子抢走,求求你们了,求求你们了,真把人心枯碎了,本来我们还要作战,不愿增加负担, 在这种情况下,只能答应了乡亲们的请求,带走了七十多名小伙子,三十多名姑娘,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郑定, 第一次医师和泡兵南撤的时候,曾在湖陀河上搭过一座便桥,但他们南撤时,过了河就把桥拆了,把百姓帮我们选择了一处和谁比较浅的涂射场, 带仍然水深过胸,何底又近视淤泥,稍一停顿就陷了下去,百十名官兵在敌人炮火下幸存了下来, 却放生于父,令人心寒,夜里,我们到达石家庄难免整顿了队伍,流氏电令我们三天内到达涉线补充, 我们遵办了,谁知,郑讯处主任陈瑶给军令部拍了一个电报说,我旅已完成恶守正定的任务, 但官兵伤亡殆尽,军令部回电说,该旅伤亡殆尽,停止发心,真是苦了我们, 十月天气已经很冷了,兄弟部队都发了棉衣,我们还穿着单衣,更无军费, 不久又调往山西,归阎西山指挥,他命令我们在东阳关构筑公事并在此防守, 11月下旬,阎西山在太原兆开军事会议,研究抗战事宜, 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出席了会议,热情的与道会的鲍刚握手,称赞道是议员战将, 为此,鲍刚高兴了好长一段时间,会后, 阎西山给我们拨来了年一和经费,12月,我们开到河南交所, 与张整的玉北市管区,东北骑兵旅河边成了第一灵师, 不久便赴山东参加了徐州会战,王毅权整理, 也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, 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5月一版, 以印之七七事变员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, 著作者当时系第20级团军,独立第46旅第七三八团团长, 耀运州1903到1996年, 安徽奉台廖家湾人,县属淮南市,田家安区安城镇, 1926年入黄浦军校第五期,1927年曾加入过中国共产党, 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, 后做兵令工作,任受县学兵团教育副官, 参加富阳和正阳关武装暴动, 任暴刚师的连长,参谋,参加发动五湖兵变, 任抗日同盟军第29团团长, 国民党军独立第46旅738团团长, 抗日战争时期,任110师656团团长, 330旅旅长,110师副师长,师长,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炮兵协校校长, 兼党委副书记,吉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, 黄浦军校同学会理事等, 石雪林编辑